马尔谷福音第十三章 耶稣从圣殿里出来的时候 他的门徒中有一个对他说 师父,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建筑 耶稣对他说 你看见这些伟大的建筑吗? 将来这里绝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 而不被拆毁的 耶稣在橄榄山上 面对圣殿坐着的时候 伯多禄、雅各伯、若旺和安德类私下问他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发生这些事 这一切事要完成时将有什么先兆 耶稣就开始对他们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欺骗了你们 将有许多人假冒我的名字来说 我就是墨西亚 并且要欺骗许多人 当你们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时 不要惊慎 因为这是必须发生的 但还不是结局 因为民族要起来攻击民族 国家攻击国家 到处要有地震 要有饥荒 但这只是苦痛的开始 你们自己要谨慎 人要把你们借送到公议会 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挡 并且也要为我的缘故 站在总督和君王面前 对他们作证 但福音必须先传于万国 人把你们拉去借送到法庭时 你们不要预先思虑该说什么 在那时刻赐给你们什么话 你们就说什么 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 而是圣神 兄弟将把兄弟 父亲将把儿子置于死地 儿女将起来反对父母 把他们处死 你们为了我的名字 将为众人所恼恨 但那坚持到底的 必要得救 几时你们看见那 昭智荒凉的可憎之物 立在不应在的地方 读者应明白 那时在犹太的 该逃往山中 在屋顶上的 不要下来 也不要进去 从屋里取什么东西 在田地里的 不要回来取自己的外衣 在那些日子里 怀孕的和哺乳的是有祸的 但你们当祈祷 不要叫这事逢到冬天 因为在那些日子里 必有灾难 这是从天主创造开始 直到如今从未有过的 将来也不会再有 若不是上主缩短了那些时日 凡有血肉的人都不会得救 但为了他所拣选的被选者 他缩短了那些时日 那时 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 墨西亚在这里 看 在那里 你们不要相信 因为将有假墨西亚和假先知兴起 行异计和歧视 如果可能的话 他们连被选者都要欺骗 所以 你们要谨慎 看 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了你们 但是 在那些日子里 在那灾难以后 太阳将要昏暗 月亮不再发光 星辰要从天上坠下 天上的万象也要动摇 那时 人要看见人子 带着大威能和光荣 成云将来 那时 他要派遣天使 由四方 从地级到天边 聚集他的被选者 你们应由无花果树 取个比喻 几时 他的枝条已经发嫩 生出叶子 你们就知道 夏天尽了 同样 你们几时看见 这些事发生了 就该知道 他已尽在门口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非到这一切发生了 这一世代 绝不会过去 天地要过去 但是我的话 绝不会过去 至于那日子和那时刻 除了父以外 谁也不知道 连天上的天使和子都不知道 你们要当心 要醒悟 因为你们不知道 那日期什么时候来到 正如一个远行的人 离开自己的家时 把权柄交给了自己的仆人 美人有美人的工作 又嘱咐 看门的需要醒悟 所以 你们要醒悟 因为你们不知道 家主什么时候回来 或许傍晚 或许夜半 或许鸡叫 或许清晨 免得他忽然来到 遇见你们正在睡觉 我对你们说的 我也对众人说 你们要醒悟 我对你们要醒悟 感谢观看